选前超级周末 双方炮火集中摇摆州聘场 川普将横扫兵州 北卡州和乔治亚州 贺锦丽则挺进密西根州 民主党大开拜登夫妇 欧巴马 密水俄等 重兵集结兵州 抢在最后阶段 催出更多选票 贺锦丽拜访威斯康星州工会 重提富士康投资设厂争议 批评川普经济政策跳票 造成大量劳工失业 川普则炮轰拜登和贺锦丽 一直在就业数字上说谎 而日前纽约造势中 一名喜剧演员称 波多黎各市漂浮的垃圾岛 惹怒七大摇摆州 近百万名波多黎各一选民 川普紧急灭火 自称是最为波多黎各人着想的总统 而作为波多黎各后裔的好莱坞天后 珍妮佛罗佩兹 则为贺锦丽站台 他极度哽咽 炮轰川普严重冒犯所有拉丁裔 大选毕竟众多名人倾巢而出 包括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中 小劳伯道尼 史加利·乔汉森 克里斯·伊凡等亲民巨星 还有NBA球星詹姆斯 都纷纷表态支持贺锦丽 根据提前投票民调 贺锦丽支持率远远超过川普 专家分析 这可能重演2020年 拜登靠提前投票 逆转胜的剧情 记者无间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